韩国震惊世界的戒引令事件 引发了总统尹熙岳的下台危机 昨天国防部长金龙显递交了辞诚 似乎想为这出政治闹剧负起全责 尹熙岳已经接受了金龙显的辞诚 并将会提名韩国驻沙利阿拉伯大使崔炳赫 接任防长的职位 金龙显是在昨天下午向尹熙岳请辞 他表示全体官兵是在他的指示下 执行紧急戒严任务 紧急戒严给民众带来了混乱和忧虑 作为国防部长 他本身责任重大也深感抱歉 金龙显表示 他将会为紧急戒严引发的所有事态负责 中文字幕前浅 总文字幕 李宗盛 会 cach 曲序 记住 听众